第一次改變 那其實如果要選擇的話 爸媽應該要注意什麼 我們請護理長來跟我們講一下 母奶是最好的食物 最天然的食物 可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 媽媽她會需要一些配方奶 那針對配方奶的選擇的話 第一個就是要依照寶寶年齡 跟營養需求來選擇 那不是營養成分越高的 就適合寶寶 因為我們的配方奶 嬰兒奶粉也是有分年齡的 比如說有的嬰兒奶粉的品牌 它是從出生吃到一歲 那有的品牌它是出生到六個月 對 然後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是較大嬰兒 然後等一歲以上是成長奶粉 所以還是要依照寶寶的年齡來吃 不是說營養越高 因為小朋友這時候的肝臟 腎臟都還在發育 所以你過多的營養成分 反而會造成一些負擔 不見得是對寶寶的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要選擇 衛生署合格的製造商 或者是美國FDA認證的一些產品 那這個我們常常會在醫院遇到的 就是一些媽媽她可能會 或打電話來或帶來說 她去那個藥房買 藥房跟她推薦說 說要買這個品牌的奶粉 然後她問我們說 或者是說親戚朋友跟她介紹 她會問我們說這個好不好 那我們會跟她講說 她還是要到衛生署的網站去查說 她是不是合格的 進口廠商是不是合格的 如果合格的話 至少我們就比較安心 因為之前都有一些毒奶粉 大家也都很怕 所以還是建議媽媽 就是還是要經過這些合格 至少有衛生署幫我們把關 另外就是針對寶寶的情況 選擇不同的配方 比如說早產兒 這個早產兒奶粉的話 大部分都是在醫院會使用 因為這個就是需要一些處方的 醫藥 醫療 處方 都要醫生檢查過 然後因為早產兒的奶粉 早產兒的奶水或奶粉 它的熱量是跟我們 一般的奶粉不一樣 比較會常遇到的情形是 因為現在知數的人口也很多 所以媽媽她們會要求說 幫我泡這一罐豆奶粉 或者是說有的媽媽她是說 她聽人家講說 她有過敏體質吃羊奶 比較不容易過敏 所以她就拿了一罐羊奶粉 說請我們幫她泡這一罐 羊奶粉給她吃 這時候我們會建議媽媽說 你如果餵母奶 你就不用考慮到知數 或一些過敏的問題 就比較不用考慮到這一些 另外就是說 一旦寶寶她適應一些 配方奶粉之後 如果說你換奶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來說 配方奶粉它的成分大同小異 你如果說要引起 它很不適應的話 它的並不多 可是我們還是建議說 你如果說要換奶 還是像用 漸進式的換奶 比如說你是要換這個品牌的 你就是說 新的奶粉1 3分 你原來吃了2 3分 吃個兩三天 對 慢慢的 然後再變成1 2分1 對 如果說它都適應了 你就再各半 之後再變成新的奶粉2 3分2 舊的1 3分1 慢慢這樣調整過來 這樣子對寶寶來說是會比較好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配方奶 其實種類也有不同 像剛才護理長講說 它有這個0歲 例如說要吃到半歲的 6歲 然後也有到1歲的 然後也有或是1到3歲的 或3歲以上的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配方奶的種類 大概有幾重 嬰兒奶粉 早產兒奶粉這樣 當然它還有更細目 因為嬰兒奶粉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0到6個月的 對 或是1到 0到1歲的 嬰兒奶粉應該就是到1歲 到1歲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在說 因為這段時間其實大部分的 這是它的主食 所以在國外 會把關的非常嚴格 所以不管說它的配方 或者品管 或者廠商都非常嚴格 OK 那 那但是在國外其實 到了12個月以上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 成長奶粉 其實它們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那反而建議就是 它們其實標準的話 我最希望的這個媽媽是 在1到6個月的話 盡量會給母奶 然後之後加上 適當的副食品以及母奶 然後等到12個月之後 再喝成長奶粉 再喝鮮奶 鮮奶 鮮奶 所以你喝過奶粉 對 鮮奶的營養 是夠的 就鮮奶其實是比較好 其實母奶也是鮮奶 其實應該是說 到了12個月已經1歲了 你的要分主跟副了 就是主要的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成年人的食物了 已經是食物了 那你的牛奶 其實比較站在一個副的角度 副的角度 對 那我們其實在營養師上面 我們有建議它一天 至少是多少CC的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醫生講的 可能牛奶 或是加所謂的配方奶 大概就是兩杯 一杯大概240CC 所以一天大概不要超過 500CC左右 所以它有一個量 那其他的營養成分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骨類 或是說蛋豆魚肉類 然後再來蔬菜水果 其實都可以進去補充了 所以媽媽有個概念就是說 因為很多媽媽 她可能小朋友這樣1歲2歲 她還是覺得牛奶很重要很重要 奶粉很重要配方奶很重要 對 但是她只要喝到它的量 其實她比如說 剛剛講的兩杯 其實它就已經有補足 它可能它的那個奶類的一個需要 裡面的營養成分了 可是反而你重要的東西沒有進來 像有時候她小孩子副食品 其實吃得不好 對 所以這個才是 1歲以後要考慮的事情 我聽過一個說法就是 而且滿常人在講的 就是說喝配方奶 就是說她已經1歲以後了 她在喝配方奶 會比喝鮮奶長得更高 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從何而來 我會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1歲以上 其實為什麼要到1歲 為什麼會抓1歲 主要其實鮮奶它的鈣質 吸收是最好的 所以比奶粉都要來得好 所以為什麼要500cc 其他的像說糖類 蛋白質 脂肪 我們其他的副食品都可以得得到 但是就是鈣質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其他我們大部分的飲食裡面 鈣質其實不夠 所以我們會建議 其實1歲以上的話 其實還是要有鮮奶 或者奶製品 其實美國小科醫學會建議 其實就是500cc的奶製品 不管你要從鮮奶 油肉乳 起司 來得到 都是好的 但這時候有時候廠商 他就會利用這種東西 就跟你說你一定要有奶粉 奶粉比較好 但是奶粉它有趣的地方 是在於它的鈣質 有的會增加 可是它吸收很不好 主要吸收的問題 就是它有這個成分 對 可是問題是你能不能吸收呢 對 就你今天給它上課 你從早上課上到晚上 它不吸收它還一樣烤零分 那鮮奶的那種鈣質吸收量 它的程度會比較好 就跟母奶是一樣的 它量少 但是它吸收得好 所以你今天上課不用上太多 你考試100分就可以了 我都會這樣說 這樣形容就比較容易理解 對 所以還是母奶 鮮奶是最好的 好 所以嬰兒奶粉裡面 主要的成分剛才 專家有講過說 它裡面成分會特別的注意 因為它是12個月以前的 大概成分會有哪一些 因為它基本上 還是要有標準的成分 比如說要有糖類的部分 有蛋白質 有脂肪的部分 但是鮮兒奶粉 其實它在所謂蛋白質的部分 其實跟母乳是有一點差別的 因為它廠商其實 像我們母奶裡面 我們有分所謂乳清蛋白比較高 弱蛋白比較少的件事 可是鮮兒奶粉 它確實它剛好相反 所以現在有一些廠商 它會強調說 它可能有加一點乳清蛋白的成分 把它提高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以我們的門診經驗 我們覺得只要喝得下的鮮兒奶粉 如果你真的沒有喝母奶的話 只要小朋友喝得下的鮮兒奶粉 其實都算好的 如果你是合格的鮮兒奶粉的話 對 因為你本來就喝到 六個月之後 你就要進入副食品的一個階段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所謂的一個 來源真的很重要 因為之前有一些案例 那個奶粉很香 就是說它的那個 它給小朋友那個奶的很香 發現它裡面其實都加了香劑 然後它有 其實它有加那個所謂香蘭素 它就是合成性的香劑 小朋友就很愛喝 因為它很香 然後整個奶粉的那個 糖類比例很高 所以其實你應該是要注意說 你買的奶粉的一個來源 有些人很喜歡從上 就是國外的 比如說可能跑去韓國 日本 它就會帶一些奶粉來 然後上面的電話也找不到 因為你要打去韓國申訴嗎 還是你要打去日本申訴 因為很多人其實 有一些其實我們後來 我們只能發現 有一些家境比較好的家庭 他們其實都會從國外帶奶粉進來 特別要跟別人不一樣 對 對 其實你真的是 我覺得是安全性的問題 還有所謂你來源追蹤的一個問題 然後還有沒有 就是真的是 因為前陣子其實除了三聚清單之外 還有所謂香精的一個 這件事情發生 對 所以不是越香越好 小朋友吃得越開心的就越好 是 OK 好 那早產兒的奶粉 它的成分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我們人體所需要 不包括脂肪酸的一個 主要的成分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 因為小朋友的資歷發展 還有運動神經 還有視力的一個發展 其實都脫離不了它 那我們大腦